在台灣這本島 地上有哪些野生動物 在地上親手的 山豬嘛 山腔嘛 然後鹿 熊 只要你想到這些他都抓得到 包含野狗他也抓到 人他也抓得到 這種陷阱呢 我們這種傳統陷阱 他抓到獵物 獵物比較不會受傷 受傷喔 他不會受傷 會比較新鮮 他比較需要用樹枝的彈性 彈性 對 因為如果他抓到要掙脫的話 我們樹枝就會被往下彈 對 然後他差不多一個反作用語 他會被彈回來 就拉回去 所以他的腳是不會去拉扯斷 這樣子比較能夠大 就有時候不小心抓到一些 比較小隻的 他還可以再放生 對 是... 這個我們地上線 其實我們阿美族做這個呢 幾乎是抓山豬野豬居多 野豬不管是在哪個國家都好 只要他出現在這個範圍 這個區域 他代表一個農害 農作物會被吃掉 他什麼都吃 台灣我們有一個植物 叫做姑婆魚 我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也會吃 他愛吃魚 他天底只有人類而已 黑熊也不敢直接去抓他 台灣黑熊他屬於牙種的黑熊 他不會到很大 體重頂多八九十公斤 就跟你差不多這樣 對 差不多這樣子 但是野豬沒好 野豬只要他 活到一定的歲數 他的體重都是破百的 然後這邊給你們一個機會教育 如果你們真的在野外 遇到野豬怎麼辦 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爬樹 沒有其他的辦法 但是我們爬樹呢 不用爬得太高 只要我超過他的高度的範圍 豬游不到你就好 對 他游不到你就好 我們要做陷阱之前呢 不是說我們到野外啊 看到覺得這邊地勢很漂亮 感覺會有動物出現 我們就在那邊做陷阱 沒有 其實我們要去 是要看他的足跡嗎 對 那叫壽靜 我們要去找他的壽靜 壽靜尾區 跟他的壽靜尾區 對 對 我們要去找他的壽靜 跟他吃飯的區域在哪裡 對 區域 這套陷阱現在只有完成70%而已 這就是完整的陷阱 接下來是削頭才豬對不對 接下來呢 來了... 你的戲來了 你看喔 讓他就會跳過去 對 如果你們在野外行走 如果這顆擋在你的面前 你會踩他還是跨過去 跨過去 他們也是一樣喔 他會直接多跨一步過來 就是重力 這樣完成90%了 最後10%這很重要 對 有些類的人會用塘 或是用樹枝 很多葉子 把它綁在上面 把它靠著去做一個圍裝 對 當然有些類的人 他會找附近的芋頭 或是姑婆魚 包覆它 套在上面 就是用植物的氣味去蓋住它 這才是我完整一百分之百的選擇 對 我們今天上了一課 等三個都過來了 我們的公讀生 公讀豬 可能要旁邊一點 他都要撐下來 好 這裡 這裡 壓他就好了 安靜 今天 我們抓到一頭 智商沒有很高的 靜靜一碰就去了 真的 真的很厲害 越振多越緊 那這樣好了 我們待會兒還有課程 你就在那邊等著 因為等一下有很多人要來烤山豬 開始覺得燙燙的